各位各位,今晚又和大家做一個Youtube 仍然是今晚,因為我到現在才有時間集中做一做 我今次Youtube的由來就是昨天 我昨天去了中環坐坐的摩天輪 因為最近至到月尾,摩天輪是免費的 任何市民都可以免費承擇 AIA本公司需要贊助 上去走個圈,砌到今時今日的中環面貌 為什麼我會做呢? 因為中環這個範圍,我二十年前開始一直有跟進 理由就是當時開始做中環第三期填海 第一期填海就是做IFC,我變成第一期 第二期填了天馬船奧,做了天文藍海的位置 第三期就是現在由IFC一直掃到會展那邊 叫做中環第三期填海 我忽然找回我舊的資料,其實是相片為主 可以讓大家看到這二十年中環這個部分 這個範圍,這個海域的一些變化 好,事不宜遲,我也不想每次講得那麼長 我今次有二十多三十張相片 希望半個小時內可以講完 我通常都是這樣,我會先做一個PowerPoint 我分享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看就可以了 OK,現在應該大家看到這個PowerPoint 這個題目可以這麼說 我叫做一個簡單的視覺回顧 即是不寫很多文字,用圖片 不過我一直口罩解釋,就變成我都不用寫文字 這個PowerPoint我也是昨天集中精神地做出來 不過我都把很多舊資料找回要整理一段 這個昨天所見就是這樣 即是在那裡,如果大家都有印象到 有一組行人天橋 由舊的中環市區 差不多由這個中環站 那條天橋一路慢慢辦過來 最後去到新的天使物後 那這裏是當天橋望女所見的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坐摩天輪 那時候摩天輪到差不多頂的高度 我就朝溫仔或者天馬的方向拍過去 那如果大家認得的話 這個就是天馬政府總部 那這個就以前是英軍的headquarter Betus Army的headquarter building 那臨尾九七之後呢 就移交了給解放軍眾部 那現在中環其實都是一個大變身的 那譬如說這幾個大廈都是新的人 那我可以看到 那我指著這一個呢 就是新的長江中心 或者長江中心第二級 那另外這一個呢 也都是一個以前是中環美利道多層停車場 那裏正會買一塊地出來 新建的一個建築 那時候姓美它叫什麼名字 那很可能是資地買了那些 這個是長江中心第二級 那這些是舊上了 開始吧 嗯 嗯 嗯 你 看到呢 天星碼頭 我指著它是天星碼頭 這裏就是皇后長碼頭 那這裏我們叫中環第一級填海 那這個位呢 以前是天馬船簿 那中環第二級填海就填了這個位 嗯 嗯 你會看到以前的海岸線 還隱約 清清楚了這麼多 不過開始有些在做功夫 就是這裏呢 有少量的填海 它一定要盡快做這裏填海 那裏填海 那裏填兩年有多 那為什麼要填這個位呢 沙漠這些位都未做功夫 我還要找個領導出來 這裏填出來呢 會填這麼多 它會在這個範圍呢 做一個新的天星碼頭 那這個新天星碼頭完成了 那舊天星碼頭呢 就會拆的了 那那晚closing 譬如說今晚天星碼頭最後那幫盜輪開出 那第二天早上那個盜輪 就有新的碼頭開出 就是從來不會間斷了 那這個很難得的 這張照片 這個是我有個學生 那時候我學生就做中環填海 那個project的一些監督 那時候他們有很多航空照的 因為他們的合約要求他們公司提供一些航空照 那我選擇去聘用一些攝影師 有些攝影師專門做這些工程攝影的 那叫他們定期地拍一些航空照 那這張是我拍的 那時候我就在這個 我忘記哪間酒店 那裡會展那邊 有兩間酒店 那一時間不出名 那在那個高層那裡拍下去 那時間都很接近 那你見 這裏剛才說到新碼頭準備施工 而這裏的工程都未見到字 那從這角度又可以看到當時的容貌 那這個都是2004年 可能前後相差三兩個月都未剩 這個可能早一點 那些日期都是給大家參考 有可能會有微微的相差 可能差三兩個月 有可能 那這裏有兩張相片 這兩張相片就是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金鐘站上面 那個建築上面 某一個位置拍的 我印象中 因為那時候有個朋友 搭他在那裏 可以拿到窗後拍一張相片 那這個時間都是差不多 那你見到這個碼頭的部分呢 其實很早已經開工了 那你見到這些海上面打樁 就是做一個新天性碼頭的那些樁 那下面那張就在中信大廈那裏 有個位置拍下去的 那時間都是差不多 你見到做到的事情很少 那填海呢 通常呢 它就會首先做一個Sea Wall 那麼閘了這裏 那到時 那現在填海都是填沙 就是在一些合法的彩沙區 都在這個 零丁羊湖附近 南亞島對出的海底 是有這些彩沙區的 那採沙的人呢 就用泵的方式 泵下去這個位置 那些沙就積聚了這裏 那所以一定要預祖 有一個Sea Wall 那些Sea Wall是預製件來的 就是在東莞那裏 就是在東莞那裏製作好 那這樣就拖離香港 沉落這個海藏位置 那這張就厚一點 你見呢 有些東西多了做出來 譬如這個碼頭呢 這邊呢 就已經有一些落成了 譬如這裏 你見到呢 藍色這個呢 就是新的天星碗頭 那這個都未全面開放 天星碗頭 就要開放的時候呢 這裏就會閉上了 舊天星碗頭 你見到那裏還有些天星小輪 在那裏活動中 那你見到呢 天馬那裏呢 那裏的填海法是多了一點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若望是2005年 的 電宗左右 天星碗頭呢 差不多到2008年 才全面搬遷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又 後了年多 年多兩年了 就 天星碗頭呢 已經拆了 你見到剛剛拆了 都未拆完 因為地基那些都要拆完的 那皇后帳碼呢 這裏引順看到 還在動 這個位置就是皇后帳碼頭 這個位置 那這個新碼頭已經 是已經營運了 那 那 因為那個碼頭搬了 慢慢拆了那些碼頭 那麗美當然 連這個皇后碼頭都拆了 那皇后碼頭也有些延誤的 因為那些司法覆核呢 那些人 就是法庭禁止了一段 要不要拆 直至搞清一些法律的考慮 那當然就是 就是我印象中 遲了年紀 就是不給 可以說不是不給拆 而是有司法覆核 還沒有定完案之前 都沒有人動過倒置 那所以這個口呢 是延誤了 留下這個位置 還沒有填到海 那這裏所見的這些呢 就是 預製那些Sea Wall Sea Wall 就是海邊 有一幅海牆 那一般英文 我們多數叫做英文 叫做Sea Wall 臨尾就放回其他的位置 因為延誤了這裏 所以很多在東莞那邊 做完之後呢 都要拿來香港 沒有位置放在那邊 那這個 都是一個歷史見證的 很有趣 就這個 現在的天馬還沒有 就當時填海之後呢 又未 就是最後拍到板 做這個天馬總部 政府總部 那就有些時間呢 他就拿出來 短期應用 其中我印象最少有 兩年呢 做了什麼 什麼歡樂天地 那類的 遊樂設施 可能為時半年 因為政府 批個臨時租約出去 通常都是 有一個有限時段的 有些 close up 看一看的 下面的照片 看到天馬總部 皇后帳 還看到 剛剛還隱約 看到皇后 不是皇后帳 是皇后碼頭 這裏都屬於早期一些 可能2005年 2006年之間 這個很關鍵 就有兩個不同的片段 雙了幾個月而已 上面那張呢 可能是2007年的四五月左右 已經清拆的小部分 下面那裏呢 又差不多都拆了 可能雙了過兩月之間 但是那個平台 平台底下就有很多 那些海裝 那些都要全部拆的 那裏 那裏 比較可惜我又沒有跟得那麼貼 那兩張照片之後呢 我就不會再三月後 就在同一個位置 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這個標誌都很清晰的 這個就是Post Office的總部 尤正仲署 應該這樣叫 這張照片又遲些了 那時天星碼頭 正在這個位置 已經沒有了 那填海的範圍 又一直推出來 那這條行人天橋 連這個環球都很早已經部署了 因為始終距離舊天星碼頭 去到新天星碼頭 都有三百多四百米 那如地面走的話 的確不算很暢順 那所以就預先做了這條行人天橋 那這條行人天橋 一直搏回去 可以去到環球大廈 搏回去這個中環站 香港站在附近 向IFC隔離 這一張仍然看到某些東西 天星碼頭已經拆掉了 我們以這個地標來做一個參考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柔政眾角 這個位置是新田出來的 因為天星碼頭在這個位置已經不見了 因為後期那些天星碼頭全部都拆清了 這張就是我在IFC的平台 很多人未必留意這個平台 我一直跟這個工程 我經常找些位置去拿到好的角度拍照 向IFC的平台看過去 這個時間都是2008年了 和剛才這些照片 和下面的照片時段是非常接近的 可能相差三兩個月之間整齊了 你看到這個填海又填多了一些 因為所有東西都搬了 皇后碼頭都搬了 這個水域就再沒有應用了 因為留一個皇后碼頭 你都真的有船上落 它是一個公眾的拍外碼頭 最後這個位置都封了之後 就全面填海了 下面那張就另外一個角度 下面那張就另外一個角度 又比上面那張 又可能退後了一個多兩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 你看到這裡開始設置了一些 室外辦公室 這個剩下的部分 都所遇無幾 一個年頭和一個年尾之間 這個就再後一點了 剛才你看到 拆天星碼頭就2007年了 這個2008年了 中間我就沒有給照片出來解體了 跳過一些 這裡寫錯了 2011了 寫多了一個零 你發現這個情況又基本上 不能只要填海的部分 填了 開始做一些道路 其他東西 你看到仍然以這個油經中谷 做一個地標 剛才也有建築的水 現在這裡全部 那塊土地就完整了 旁邊也填平了 旁邊可以不斷地說一說的 因為這裡的地底 其實還在做一個很重要的建設 這個建設就是中環灣仔耀道 中環灣仔耀道 在這個地底一直過的 我這一輯就沒有特別說太多 有關中環灣仔耀道的 那些visual report 我沒有找到照片了 因為先集中說中環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中間插一些位置 讓大家看看一些 比較細緻的 當時施工的某些現場環境 讓大家看看 這兩條線呢 其實是地鐵的 因為地鐵呢 就是香港站 香港站到最後就是總站 但是它留了一個口 就是因為一些地鐵呢 如果你的站去到那裡 就一斷就斷 它沒有很多緩衝的 有時候又有這個月台 過了另一個月台 那要一些緩衝的位置 那甚至乎呢 這些位置呢 可能是預留未來的接駁 可能這個香港站呢 可能會能夠接回到一條北港島線的 那這些預留位置呢 叫做Position 那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 那從另一個角度 都是2008年的時間呢 那剛才有些相片都看過 這個範圍 那油政總局 那大家看到了 那這些那麼多水位呢 就是很容易解釋的 因為新田海呢 很多人都未必留意 其實都會集了舊個海邊的出水圍 就是出水圍 主要都是我們叫Storm Water 只有那些雨水或者洪水 那才會流入海的 其他那些污水 那些一定不會流入圍港的 那這裏為什麼 外面旁邊都填了 但是這裏還會留一些東西呢 其實這裏不是留的海 而是留的排水渠 那由這裏呢 其實這裏後面 你看到香港站的地鐵標誌 那裏有一個出水圍的 那這裏填了 那水怎麼出呢 又用這裏呢 慢慢繞出一個新的出水圍 那這裏是排紅的一個歐科 那這場面其實是很經典的 我從來沒有見有人發表過 因為沒有人在角度拍照 那我當時都看得很密切的 那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金鐘當然很明顯 是一個國際級的金融中心 那竟然呢 其實現在所謂填海 其實就近我們叫做 sand filling 用沙去填 那些沙多數都是海沙 那當時我有一位學生 剛才講了兩項都會做的 那這個就是我學生 我看到了 那我就走前一些 那拍照先 那另外一些角度 那這個就是我熟講的 那些瑜制的 的沙窩 那臨到尾 它擋著那些 那些維港 和那個裡面需要做 填沙的地方 那畫清了之後呢 那些填內的沙就不會衝出來 而且這些還是有 就多數都有用的 譬如說是一些機房啊 抽水房啊 香港維港呢 沿著海邊呢 從銅鑼灣去到灣仔啊 中上環啊 九龍那邊 尖東啊 都有這些情況 那就是 因為後面那些都是 尤其是金鐘這裡 或者銅鑼灣都是 是一些重要的商業區 那商業區 譬如商下呢 全部有中央冷氣 那些中央冷氣呢 那個冷卻系統呢 全部用海水來冷卻的 那所以這些 譬如這些 這樣的 預製件的 施窩呢 裡面還很多時候有 有其他的功能 最少有 當時我都進去的 那個學生站 我進去的 這麼大的學生 是四十幾歲 做了很多年 裡面是這些崩房 就是提供海水 海水你崩進去的大廈 作為這樣的一個設施 不同的角度 又給一些場面 讓大家看看 時間關係 我都不解釋這麼多次了 這些都是不同的道理 這些場面很難 大家有機會看到 那麼 譬如說上面這一章 就是向IFC 剛才說的 那個平台影響下去 那麼 現在看到 又另一個容貌了 那麼 這件事呢 那麼 會展 會展這個都很歷史性 會展還有一個擴建 就是大家如果有留意 約我2013年左右 會展這個新業是落成了 也多了很多的展覽空間 那就是一個很震撼的場面 後面就是香港金融中心 算了 滬豐總行 長安中心 中銀大廈 這個就是AIG 這個AIG 這個和記大廈 這個和記大廈 就剛才已經拆在重建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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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有一個很新的面貌 將會 有很多舊的 所謂舊的意思都是 70年代的 寫字樓那類的建築 現在基本都要拆 那麼 未來的新樓都很浪漫的 那麼 息墓以待 兩年後呢 中環的面貌 很更新的了 那麼 這個也是 在那個行天橋的那個位置 拍下去 那麼 當時周圍都還是 建築地 那樣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中環灣製耀道 這條 那麼 我這次的重點 就不是講這一道 那麼向天橋 當時拍下去 清楚地看到 中環灣製耀道的施工狀態 那麼這個施工方式 就叫做Cup and Cover 他就將它兩邊圍著一邊 就是這兩邊呢 要圍著一邊才掘下去 那麼 然後就掘下去之後 在地底下 做回一個隧道管道 做完之後 回回來 那麼 你現在看不到任何東西 就是看到平地一塊 那麼 那麼 這個也是很歷史性的場面來的 第二 那張 也是中環灣製耀道 就是我去到會戰的方向 離開了中環這段距離 那麼 那麼剛才這張照片 一路伸過去 就去到那邊 下面就是這個 這樣的場面 那麼這個 歷史性在於 這裡的建築物 如果大家深水清 這裡就是 新政府總部大樓 這個圓屋頂就是立法會大樓 因為這個中環政府總部呢 有一邊的特首辦 現在上面那張照片 我指著這裡的特首辦 這一張照片下面這裡呢 當然也是在建的 那時候 2012年 就是 特別新的譯出來呢 就是 立法會大樓 那麼中間那座 那兩座 那高的兩座呢 上面有一個打橫的 駁斥 那那個就是政府不同的 headquarter office 那些都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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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字由於為主 那這裡也看到中環灣正 有兩個叫做 類近的角度 都看到行人天橋 上面那張呢 就 2008年 下面那張就是我昨天去拍的 在這個 停車場那邊 就是 那裡天星碼頭 以前有個 兩層高的停車場 天星停車場 那 那個角度 類近 那麼引力都看到 這裡就是 郵政總局 這個白色的都是郵政總局 那麼 剛才說到 IFC的平台 這個平台 上去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上去影來 又看到很多東西 記錄到一個轉變的 我狗狗都要上去拍照 那 那 這兩個 我又圍繞著那個行人天橋 上那張呢 你見全部都是外面的工地 那下個章呢 就 早兩天在摩天輪園那裡拍過去的 那 其實那裡有 現在都是一個工地 因為政府若不可以一年前 鬆一點 已經拍賣了 因為前面這塊地 正如我所說的 這裡 我至少的範圍 這塊地 很值錢的 就是中環的一個非常難得的 另外一個黃金地帶 那政府就買出來 買給行基 那 就 創歷史新高 不知道 不記得 不記得 180億還是300 多少億 那 看這個變化 這個是摩天輪那裡拍的 又是昨天 你可以看到 早前 十年前 這裏全部都是一個工地 那 中環灣仔去到 就在這裏地底過 在這裏地底過 那 那 現在都是一個範圍工地 因為 剛才都說的 拍賣了出來 成為一個新的地標 那 這個我猜最快 都要三年半之後 才能進入火 最快可能隨時要四年半都未停 做這麽大型的工程 是很長時間的 那這個階段 是地基都未做 現在準備做一些 就是地基相關的工作而已 那 這個是 十年前剛剛 2012年 在行人天橋拍下去的 這個地方 就應該是 那麽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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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基要到呢 就剛剛 剛完成了 完成了才是 做了地底 就回來了 那麽 那麽 那那麽地底 還有一段話還沒有通過 那麽 那麽去到台灣 灣仔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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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灣仔要到 那個 做的事件 特別長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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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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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都 平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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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這個是最新的 昨天拍攝的 差不多同一個位置 看到的東西又有另一個容貌 但仍然是好像看到的地盤 因為這塊地買出來 騰基那邊準備開工 這個剛才給大家看 再展示一次 現在看到向銀行天然看下去 尤其是近著大戶堂那邊 那邊就不應該有什麼做的了 也都做了一條車路 因為這個深土地始終都有一些行車道路 接回去天馬那邊 天馬總部那邊 這個剛才也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現在中環的一個新容貌 未完成 這些土地還沒賣的 政府還沒拍賣出來 賣了前面那一幅 這一幅近著天橋那邊 這裡遠離天橋那邊 差不多去到解放軍總部那邊 這裡可能還有兩塊地 三塊地慢慢賣出來 那這些當然是很珍貴的土地 那現在暫時都留空了 有時候有一些臨時用途的 譬如說那個摩天輪就是一些臨時用途 就是一個荒廢了 種了草 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都在這裡有過一些活動 差不多四年前 我有個朋友去一間公司 是做一些建築機械的 他租了這塊地 應該都是這塊地 隔離就是摩天輪那邊 就做了三天的一個建築展覽 我當時都很難得做了一些圖片展覽 那次我將香港過去五十年 的一些基建的成就 因為我很多人都留了紀錄 在那裡我做了一個圖片展覽 將過去五十年香港的建築 主要是基建為主的成就 用圖片陳氏出來 就是當時用這塊土地 好了 我這次主要就是想說一下 這個中環海邊的土地的變化 成慶而來的 因為昨天我才去看完那個天輪 其實我有很多YouTube的話題 有時候就是排一排一下 有時候就忙 那做一輯都對我們來說 有些工作要做的 因為我之前呢 我要做一輯幻燈片 那幻燈片都看似沒什麼 二十多三十個鏡頭 但是我要找回很多舊資料 那些舊資料都 因為我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我要整理 手錄回合適用的照片 那這次大致都完成了 下次看看有什麼話題 再跟大家分享 再見 好 拜拜